大家好,这里是天天学乒乓 这里是我平时的乒乓生活 带着这些小朋友打球 这一次呢,是疫情过后的第一次课 现在呢,我是跟他们说 我们在打球的时候要注意什么 毕竟在疫情期间 那么不要凑到一起去聊天 去一起去吹球之类的 还有一个就是呢 我们平时呢,要衍生好的习惯 打完球之后,把球拍收好 把场地的球呢,剪干净 然后打完球之后 我们要洗手 等等的这些问题 留给他们,第一节看法 都给他们先剪清楚 我的这些视频呢,也还是以教学为主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小朋友呢 他打球有哪些,有哪些错误的地方 那我们看,他打球的时候 他球拍是往上翘的 他打球的时候,球拍是往上翘的 没有包住球 所以呢,导致他打的球啊 就是很高容易出戒 这是我们业余球友呢 也是很容易出现的这样一个错误的问题 然后呢,我现在再给他纠正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的左手呢 就是夹得有点紧 没有放松 没有配合身子去用力 这个小朋友他打球的时候呢 引拍没有利用我们的身体去引拍 拉手过多了 就是手臂拉手过多了 终于用你呢 所以要用你身子去打折 对,拉手过多了 追起身体,再扫兵 对,追上力 也要扫,不要扫兵啊 把身子 爪身套不要扫兵了 不要打蛋 手不要放松在方 对,在前面 对,这样 嗯?嗯? 我们现在看一下这第二个小朋友 他打球呢会存在一些什么问题 像这个小朋友的话 就是他打的时候呢是用大笔推出去 小笔没有很放松 没有放松的时候小笔呢大笔推出去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他打球的时候那个左脚是没有在前面的 左脚放在后面的 那导致他呢 打球呢就是发不出什么力了 他的左脚在后的一个问题呢 现在我们看从这里看的话 他就错误越来越明显了 这样子打的话他就发不出力了 接下来呢我们就是发的稍微比较慢一点的节奏的一个问题 发的比较慢一点呢 就是趴了那个脚不会动 脚不会动 我发的慢的时候呢 他就站在那里不动去打球 那我们大家一起看一下 就是他的一个节奏也没有把握住 就是有些慢的球的话 他会很快的挥出去手臂 所以就打不到球 我们打球就是快的球 我们要快嘛 慢的球 我们要更重要做充分的 好吧